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米高史崔翰的女友凯拉奎克 在她面对争议时一直陪伴在侧 这位健身企业家在家庭和事业上都展现了不凡的能力 接着牛津大学的女友 最后奥马哈大学的学生们正在呼吁对奥运拳击手凯拉奎克的资格进行深入辩论 这位拳击手的性别认定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场争论的背后故事 最后奥马哈大学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年度黑松鼠普查 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机会 还让学生们亲身体验城市野生动物的魅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迈克莲、斯特雷汉、Michael Strahan 因在国歌演唱期间未将手放在心口而遭受批评 缺席了周一的早按美国节目 斯特雷汉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与父亲的合影 表达了对退伍军人的感激之情 她的女友凯拉、奎克·Kella Quick 自2015年起与她交往 奎克是一位健身企业家 现任Fitnes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专注于美容和健康产品的研发 奎克在大学期间学习商业管理 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天使投资的高管教育课程 尽管她的过去曾有法律纠纷 但如今的奎克已在健康与自我关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电讯报报道称 牛津工会被敦促对奥运拳击手伊曼·凯利夫·Emin Khalif 进行严谨的辩论和自由言论的挑战 凯利夫因在巴黎女子次中量级比赛中获得争议金牌 而受到关注 她被国际拳击协会EBA指控阴性别合规性问题而被取消资格 尽管她坚持自己是女性并且提供了出生证明 但围绕她的性别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 前奥运马拉松选手马拉·亚马乌奇·Mora Imochi 向牛津工会建议了一系列问题 要求邀请在比赛中输给凯利夫的拳击手 以便展开深入的探讨 确保工会的自由言论和辩论精神得以维护 美联社报道 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的哺乳动物学课程中 学生们每年进行一次独特的作业 在整个奥马哈地区统计松鼠的数量 这项传统已经持续了15年 学生们在城市中观察和记录不同颜色的松鼠 帮助生物学家了解该地区松鼠种群的变化 研究发现黑松鼠的数量逐渐增加 可能与人类活动有关 教授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 对黑松鼠的研究显示 他们在寒冷天气中可能具有一定的生理优势 尽管这项看似简单的作业 却为学生们提供了宝贵的实地研究经验 激发了他们对自然界的关注和热爱 美联社报道 西弗吉尼亚州的希望奖学金计划 正在扩大以支持因军事原因临时搬迁的军人家庭 该计划鼓励家庭将孩子从公立学校 转移到私立学校或进行家庭教育 提供政府资助的奖学金 希望奖学金委员会主席州财务主管赖利 穆尔表示 军人家庭的孩子在返回西弗吉尼亚州时 仍然可以继续享受该计划的资格 这项政策的实施将使更多军人家庭 能够获得教育资金支持 反映出对军人家庭教育需求的重视 根据最新数据 2023至2024学年希望奖学金计划 已收到近7000份申请 并为6000多名学生提供了近5000美元的奖学金 环球邮报报道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任命了环保活动家罗伯特·F.肯尼迪 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 肯尼迪在竞选期间 曾传播有关疫苗的错误信息 并在竞选结束后 支持特朗普以换取政府职位 他表示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将致力于保护美国人 免受有害化学物质和污染的影响 尽管美国在医疗保健和药品上的支出很高 但健康状况却不如其他富裕国家 肯尼迪的任命引发了对其医疗政策的担忧 尤其是他对疫苗的立场 以及对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评 尽管他声称会保留希望接种疫苗的人的选择 但他对疫苗的质疑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环球邮报》专栏作家巴里·艾德林指出 加拿大政府在劳资纠纷中的干预往往适得其反 最近加拿大劳工部长斯蒂芬·麦金农 结束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港口工人罢工 转而采用强制仲裁的方式 尽管此举暂时解决了港口停工问题 但却可能侵犯工人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 艾德林强调政府的干预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反而可能导致未来更激烈的劳资冲突 通过这种干预雇主可能会利用政府的介入来规避谈判 进而削弱集体谈判的有效性阻碍真正的协议达成 要想实现持久的解决方案必须依赖于各方的承诺和合作 而不是外部强制措施 《环球邮报》报道 联邦政府将为温哥华的租赁住房建设提供超过5.74亿美元的融资 预计将帮助建造约950套租赁住房 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42阶的一个项目是通过公寓贷款、建设计划 获得资金的四个地点之一 该项目由Market Developments、LTD负责 以获得1.1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建设211套不同大小的公寓 包括两居室单位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 住房建设的需求愈加迫切 负责太平洋经济发展 加拿大的部长Hurjit Sajjan表示 这些项目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关键部分 并将为家庭和个人提供急需的住房 《南华早报》介绍了奥普拉、温福瑞的私人教练鲍博、格林的故事 两人在1992年与科罗拉多州的一家水疗中心相遇 格林帮助奥普拉掌控自己的生活和体重 成为她的健身导师和好友 奥普拉曾因工作压力而暴饮暴食 直到遇到格林才开始重塑与食物的关系 格林通过提出深刻的问题 帮助奥普拉认识到自己对食物的依赖源于情感问题 此后,格林不仅帮助她改善饮食和锻炼 甚至在她的婚礼上担任重要角色 他们的合作不仅让奥普拉在健康上获得成功 也让格林成为了健身界的权威 出版了多本畅销书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了一项研究 发现澳大利亚大学的学术界在回应邮件时存在种族偏见 研究显示名字带有非白人背景的学生如拉胡尔、库马尔比、七、梅丽莎、史密斯更 不容易获得学术回应 研究者发现白人男性教授更倾向于忽视非白人背景的学生请求 反映出学术界的潜在种族歧视 尽管一些大学声称拥有多元文化的学生群体 但研究结果显示文化多样性与种族偏见之间并无显著关联 学生们呼吁大学更认真的倾听 受到种族歧视影响的学生的声音 以改善学术环境 Toronto Star报道 佛罗里达大学的后卫乌尔班、克拉夫扎、Urban Klozar 在与西班牙职业球队的经历后获得了NCAA的批准 可以参加本赛季的比赛 克拉夫扎将在排名第20的佛罗里达队与佛罗里达州立队的比赛中首次亮相 佛罗里达队教练托德·戈尔登表示 尽管克拉夫扎的职业经历引发了关注 但他将成为2024-25赛季的二年级生 克拉夫扎在西班牙第二级别联赛中表现出色 场均贡献8.9分和1.3次助攻 教练期待他能迅速融入球队 CBC报道 尽管省长苏珊·霍尔特承诺将撤回对英法东区教育委员会的解散请求 但与政策713相关的法律案件仍在继续进行 前教育部长比尔·霍根 请求法官批准解散该教育委员会 理由是其在挑战性别认同政策的诉讼中花费过多 霍尔特表示支持教育委员会雇佣律师的原则 并希望通过合作解决案件 尽管案件仍在进行中 但法律费用不断增加 教育委员会的律师对省政府能否兑现承诺 表示乐观 The Independent 报道 一组国际天文学家在早期宇宙中 发现了三颗神秘的超大质量星系 昵称为红色怪兽 这些星系在NASA的詹姆斯 微薄太空望远近的观测下 呈现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血红色光芒 表明早期宇宙中的恒星形成效率远高于之前的预期 这一发现挑战了当前的星系形成模型 研究人员希望未来的观测 能进一步揭示这些星系的特性 并为我们理解宇宙的早期阶段提供新的视角 CBC 报道 温莎大学面临着3000万美元的预算赤字 校方在一次严肃的全体员工大会上警告称 没有人会来拯救大学 预计2024-25学年将出现1000万美元的赤字 接下来2025-26年将达到3000万美元 校长罗伯特·戈登指出 国内学费冻结 国际学生招生限制及不断上升的成本 都是导致赤字的原因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国际学生人数预计将下降25% 这也将加剧预算压力 戈登表示 大学的运营成本80% 用于人员开支 未来可能会出现裁员和薪资冻结 学校还将继续面临艰难的决策 《环球邮报》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考虑到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强劲的就业市场 央行并不急于降息 鲍威尔在达拉斯的活动中提到 经济并没有发出需要给予降低利率的信号 当前经济的强劲表现 使得决策者可以谨慎行事 他指出 尽管通胀仍高于2%的目标 但经济的基本面相对良好 失业率保持在4.1%的低位 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也在增长 鲍威尔强调 未来的降息步伐并没有固定 市场对降息的预期可能会减少 BBC报道 一名因被取消而自杀的牛津大学学生 引发了对自我审查文化的警告 20岁的亚历山大 罗杰斯在经历了同学的社交排斥后 选择了自杀 死前他曾遭到同学的辱骂和孤立 法官在一份报告中 呼吁教育部门采取行动 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报告指出 社交排斥行为 对学生的心理健康 构成了重大风险 学生们往往在没有正式程序 和证据的情况下 进行自我警戒 罗杰斯的家人 正在为自杀预防慈善机构筹款 并表示 他的离世 对家人和朋友 造成了深重的打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forget리a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